OK 也就是說它是把它當系統的資料表 多個這個東西而已 所以我是拿那個來參考 這一串你可以用剛剛那個東西取代掉 就是從那個SS裡面參考 有沒有 也是一樣like 小咪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最重要是這個地方 問題05 後面加一個錢的符號 OK 那我好像印象中 甚至好像 不知道你們可以試試看 中瓜糊也有可能有需要 好像加中瓜糊也可以 OK 這個沒關係 反正就是我印象中 也許將來如果說你遇到 錢的符號不OK 再加個中瓜糊 OK 好 那改完了 改完之後來試一下 接下來的話 我們一樣 執行 當然我按部執行 因為這個可能一下做完 把它就是會出問題 清掉 游標放A1 再來就是去那邊抓 給它第一個我們先修改它的seql語法 所以只抓小咪喔 也就是說如果把 丟給它一個seql語法 eSale能不能接受 如果eSale能接受 那表示eSale就是一個資料庫 OK 那要不要格式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格式有沒有 改成force算了 因為你會發現它都進來會很多顏色 不好看 那你把它跟著一下 應該是改這個 這個formatting有沒有 你把它改成force 就是要不要幫它增加那個格式 你不要 OK False掉 那底下的話 這個 這一行有時候會多出來 其實這一行你也可以註解掉 不要沒關係 不然也是一樣會出問題 這一行註解掉 OK 好 然後refresh C code 違法錯誤 偵錯一下 這一行出錯 那 還是說交來個中瓜糊 是不是 把它再搬回去 那VBA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讓你搬回去 再跑一次 可以了 所以 我記得 我記得是我有加了中瓜糊 那為什麼加中瓜糊 可以 因為我試了14以上 終於試出來了 所以 所以告訴你們 不然說真的 誰會知道這裡要加個中瓜糊 書裡面也沒講 哪一本書有講這個東西 所以 後來 不知道我莫名其妙 反正說 找了一些 可能哪個地方 也許官方說法在哪裡 看到 對它加了中瓜糊 它可以 我沒有加中瓜糊 我就加個中瓜糊 就OK了 那 表示怎麼樣 E-sale就可以當資料庫 那我幹嘛拿SS 所以這個時候 SS就可以踢到一邊去了 OK 那所以以後 這樣的話 今天的部分 就有一個還蠻重要的意義 就是說 我可以不需要資料庫了 E-sale就可以當資料庫了 所以E-sale可以當資料庫 很棒 很方便 OK 那其他都一樣 自動調整欄寬 然後呢 Auto filter 結束掉 這樣就OK 第一個